大家好,还是要说点经济 每天都要抽那么一两期节目,说说经济 经济是我们的一身之本 无论你是什么意识形态 无论你是什么文化趣味 每个人都要吃饭 每个人都要住房子 每个人都要挣钱 我一直以来,我都跟大家讲这个常识 反复讲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要干的第一件事情 人生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学会赚钱 我们这些个人都是被过去的老祖宗的那些装逼的文化 害得是太惨了 穷得跟啥似的 穷得跟叫花子似的 还一天到晚的什么君子顾穷 还一天到晚的什么穷则独善其身 你他妈的饭都吃不上你山里大大呀 是不是 就是这个话呀 就是 所以搞到我们这把年级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什么呢 啊 贫穷是一种光荣 是不是 所以呢 有的时候啊 人呐这一辈子啊 都是被害死 都是被愚蠢的观念给害死的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不是堕诺 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放弃 而是你要直面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事实 人他就是要 所以我是强烈呼吁大家 啊 如果说你对基督信仰有兴趣 对圣经有兴趣 真的我吐血建议你好好看一看 有什么问题 欢迎和我交流 你的价值观变了 你的观念变了 你的世界才会变 你的价值观 你的观念不变 你的世界是不会变的 你的生活是不会变的 旧约里面有一个观念 讲这个什么 你由于你是有限制人 由于你在善恶问题上犯了大的错误 所以你必须要耕种济泥 必须要在这个沙漠里 这个什么种桃花 在旷野里种西红柿 真的 人活着不容易的 而且新约里面 他又讲说你做工的 才能得工价 你不努力工作 你不认真的勤奋的学习 你不养家糊口 你没有钱 是不是 还有一个伟大的一个规律 叫马太效应 真的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世界是越有的就越有 越没有的就更没有 他就这么一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人类社会 他不是一个理想国 人类社会 他不是一个天堂 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就得认同这些个基本的事实 所以如果你这些个观念 你不搞清楚的话 你会穷的 这是没有任何尊严 真的是 但是我讲这些个道理我都是讲的特别高大上我都用上帝的话语 用圣经的话语用伟大的思想式的流变来告诉你 真的为什么西方社会搞出经济学这个新学科 为什么中国人就连经济学都搞不出来 你说中国这么多人你总都要做生意呗是不是搞不出来 因为你的关于财富的价值观不对 关于财富 关于金钱 关于生活的观念秩序不对 你是永远不会找到经济学的理论的 你只能是要么就像毛泽东一样 就是您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要么的就像邓小平一样 江泽民一样 就是闷声发大财 不管白毛黑毛抓住老鼠就是好毛 要么就像习近平一样 宁愿把这个国家搞穷 也要回到共产主义 回到社会主义 让老百姓饿死 他没有一个是对的 邓小平也不对 毛泽东也不对 习近平他那样的更不对 但是我今天听到一消息 我真是很生气 真的我想吐槽头几句 说这个习主席现在 在被某些个共产党的大人物 给控制起来了嘛 就谈嘛是不是 国家这么搞下去大家都完蛋 习主席你要改一改 你不改不行 说习主席目前呢 已经接受了几个方面的指责 第一就是俄罗斯的关系 他承认是错误 因为他当时认为俄罗斯 能够迅速的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完了以后他就沉寂 就把台湾给收回来了 这不就是治国平天下了吗 就没想到普京暖用都没有 他认为自己失策 这个东西他已经答应了 完了以后呢 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互联网的控制 他也认为自己没有错 说中国搞了几千万的五毛 过去没有这些这些事情 中国没有基本的老百姓的言论自由的话 那没有思想没有创新 他说这个东西他也可以理解 是不是 当时情况不一样 这个国家乱七八糟 他也同意这个自己的确做得有点过火 因为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产的包袱 几千万的五毛 你的养子呀 哪有那么多钱呢 是不是 他说有 在一个问题上 他是绝对打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我从今天在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一些话题 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 说习近平在经济方面绝对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说他坚决不接受经济被他搞垮的这么一个指控 他的一带一路 他的亚投行 他的这个雄端心躯 他对经济的管理 只是因为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 因为美国这边的也不行 是不是 所以呢 他不接受经济被他搞垮的指控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还是有几个人的嘛 目前蔡奇啊 李强啊 都还在为他在 还没有散伙 所以你这几天 你会发现在海外有一种声音 特别的离谱 特别的搞笑 说这个海外的什么彭博社 什么纽约时报 和华尔街日报 这些一个主流的垃圾媒体 假媒体 fake news 都在炒作习近平的话题 说习近平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 你说你 你首先你第一 你身不见人 你死不见尸 你到底还有没有活着 都是个问题 是不是 你这么多 这么多日子 你也不出来秀一下 完了以后呢 各种重要的外交场合 各种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参加 完了以后 你到底人在哪里呢 你是不是这时候是在喝茅台酒呢 还是在弄袖子呢 还是已经被军方的人一千给崩了呢 是不是 你都不知道 结果呢 你在海外 包括美国之音也在炒作这个话题 说这个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非习近平同志莫属 你是不是挺搞笑嘛 习近平哪有什么经济学家 他是经济学家 他妈的一只蟑螂都是经济学家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荒诞 一方面呢 是海外的那些个fake news 估计拿了中共的钱 拿了习主席的团队的钱 拿了太监的钱 在炒作习主席是首席 首席经济学家的这么一个话题 我怎么觉得这么荒诞呢 超级荒诞 你说习近平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你说习近平是一个共产党的 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你说习近平是一个大国的这么一个强大 强硬的啊 永不言败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我都接受 但是你说习近平是首席经济学家 你这是侮辱我们的智力吗 是不是 所以一方面呢 是炒作这个话题 另外一方面呢 又看到国内出了一大新闻啊 说这个日本的一家牛逼红红的公司 叫做日铁公司 知道吧 结束了与中国上海保钢长达20年的核资的经营 永远退出中国市场 所以你觉得这个 而且消减了中国钢铁70%的产能啊 这个事情是天大的事情呢 你知道吗 这个日铁公司进入中国啊 据说是两个人两个领导人费的脑鼻子劲了搞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邓耀平搞的 邓耀平因为你这个国家你没有钢铁肯定不行的 以前毛泽东搞的时候 为什么要大量钢铁呢 是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没有钢铁 你啥都干不了 后来中国的钢铁基本上就解决了嘛 优质钢铁全都是保钢 跟这个日铁公司合资搞出来的 其他的那些这个钢铁长 那个钢铁长都是一些个毛泼钢粗钢 都是一些个赚辛苦钱的东西 但是保钢跟日铁公司是中国钢铁公司的 叫做什么呢 就核心地带 叫命脉 一点都没错 我告诉你啊 说现在这个日铁公司走了 然后当年江泽民的话 为这个事情也是理想了汉马功劳 大家都知道中国一定要把钢铁公业搞起来 钢铁公业不起来的话 你啥事都没有 中国的钢铁公业依赖于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个钢铁公业的牛逼哄哄的科技水平 第二个就是依赖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这两个国家占到了中国钢铁公业的90%的权重 中国的其他的都是一些个扯淡的事情 一个是日本的技术 一个是澳洲的铁矿石 所以你想想吧 这个事儿在习包子炒作他的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 突然出来这个事情 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太分裂了吗 太搞笑了吗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北京的说法 说习主席虽然现在认栽了 但是打死不承认 经济被他搞垮的指控 我告诉你啊 长久来看 习包子被人最后推上审判台 习包子被万人骂 他最后一定就是经济问题 其他的问题都好说 经济问题搞不好 老百姓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红二代日子不好过 中国没有那么多钱了 这才是习包子最怕最怕的事情 谢谢